大家好,我是陀枪师神 今天是2022年的5月22号星期日 今天身体欠佳 如果讲得口齿不伶俐的话 请大家见谅 前一段时间我跟国内的一个小学同学互相问候 然后结果他也没多说话 就说了几个字 世道不太平 我听了以后有所思 马上着手制作了四期系统性的枪械教学视频 给还没有买枪或者刚刚买枪后的朋友们 介绍一些买枪前的准备考量 考试复习 买枪步骤 程序和常见的一些枪械基本操作 希望可以帮助在美国对枪械有所顾虑的朋友们 解除一些疑惑 而且可以行动起来保护自己 就在我制作和发布这些视频的同时 那么美国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些事情的始末和事实 还有跟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们 讲一讲在这件事情上 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应该去思考 还有警惕的地方 在2022年的5月14日星期六 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发生一起大屠杀案 当天美国东岸时间是下午的两点半左右 一个18岁的白人青年携带一把自己改装过的步枪和一把散弹枪 身穿防弹衣 头戴钢盔和摄像头 离开他居住的城市 驱车三个多小时到Buffalo New York 一个叫做Tops的超市行凶 视频中显示他下车以后马上对周围的民众开始射击 然后进入超市对人射击 六分钟之内造成死三伤 场面很血腥残忍 凶手对整个行凶过程 在一个叫做Twitch的直播平台上进行全程直播 在枪击的过程中 超市的保安 也就是当地的一个退休警员 拔枪对其还击 因为穿了防弹衣 没有效果 被反杀 成为了死者之一 死者中最大的是86岁 最小的20岁 这十个人里面都是非洲裔 案发当地也是一个多数为非洲裔聚集的地方 那么警察到场的时候 凶手原本要自杀 但是被劝阻后被捕 凶手在行凶前写了一个长达180页的行动宣言 他们叫做Manifesto 他还发布到网上 但是现在这个Manifesto已经被全网封杀看不到了 目前他已经被指控多项一级谋杀罪名 而且此案件定性为种族仇视大规模强击案 希望死者可以安息 伤者可以早日康复 还有家属可以节哀之外 我谴责任何对无辜群众实施暴力的人 也希望他会被法律制裁 我在这里也不会提到凶手的名字 因为这种人连一臭万年的权利都没有 以上是事情的事实 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但是以下的这些观点 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点 这个18岁的凶手早就有暴力征兆 最近被调查的一次是去年6月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年 当时他发表暴力言论 说自己会进行一些校园大规模枪杀了 那么纽约警察介入 对他做了一个精神鉴定 但是没有定罪或做任何处理 此人以前的言行和种种迹象 都表明他对社会有危险 纽约州的司法机构 独职才酿成今天的悲剧 至于当初处理他那些调查案件的部门 没有一个人出来承认错误或承担责任 那是到今天为止 第二点 纽约州和加州为美国枪械管理最严的两个州了 枪械法律不计其数 而且很苛刻 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 因为凶手的行动宣言被全网封杀 我没有看权 奇怪的是在这一次媒体和政客们 没有第一时间利用这个事件 提出立法进一步管制枪械的动作 因为凶手购买的枪械是合法 而且他买的步枪是固定弹匣的阉割版 凶手不满意这支枪 但是他自己动手改动了变成正常容量的半自动步枪 纽约的立法者知道自己理亏 无法解释为什么明明立法禁止改动枪械和弹架容量以后 居然有人不听 被自己每天鼓吹有效的法律打脸以后 还想再立法的话就没有任何依据了 他要再立法的话 要再进一步进枪的话 他们要先要解释 为什么之前的上千条的枪械限制法律 没有制止这次的悲剧 这件事再一次证明了 邪恶不是法律可以禁止的 法律只可以犯罪者一个警告 然后给罪付上一个相应的代价 所有的恶都是人的意念为罪魁祸首 人杀人 手枪永远不会进化成为步枪 步枪永远不会将自己升级改装 武器自己本身不会开车发射行凶 第三点 凶手在自己的行动宣言中 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 宣言里面充斥着各种种族歧视和仇恨 并且多次提到大取代或者大置换这个理论 他们叫做Great Replacement Theory 之前有很多个大规模枪械屠杀的凶手都有引用这个理论 媒体和政客迅速引导舆论 将这个理论指向任何反对移民 反对多元化 反对文化交流的群体或个人 说他们都是这个邪恶理论的支持者 这个理论其实在19世纪就出现了 这个原本是一个阴谋论 他们说有一群犹太人的精英团体 正在有计划的将西方国家的白人主流群体赶出他们的国家 将一个白人为主的国家转向非白人主义为主的国家 然后起到从内部瓦解虚弱西方国家的目的 现在这个变成了一个新纳粹主义思想 值得一提是这个主义从来不承认文化可以同化 永远不会同化 而且他们认定种族分化是一切的终点 那么移民不是唯一可以改变人口比例的方法 这个阴谋论思想并不是单纯的针对移民 如果你真的读过这个理论以后 你就会发现它不涉及任何指责移民 或者文化同化的问题 它对所有的非白人主义存有敌意 在不在美国不关它的事 你是不是移民或者土生土长的意义不关它的事 你是不是非法移民也不关它的事 你如何去投票也不关它的事 很明显的整件事情被迅速的政治化 而且牵扯到了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政策上面 进一步分裂了美国的两个政党和选民的群体 这个凶手的行动宣言里面 还描述他行凶的目的是 效仿2019年3月15日 在新西兰基督城的大规模屠杀直播 在2019年的大规模屠杀的凶手 是28岁的男子 持枪闯入了一个穆斯林清真寺 那起凶案造成了51死40伤的惨痛血案 那么我看到视频以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这个跟那个视频好像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任何的新闻报道 我只是看了视频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跟新西兰那个案件 几乎是一模一样 这是抄袭暴力犯罪的典型例子 那么水牛城的凶手不承认自己是保守派 在他的宣言里面 他说觉得保守派是资本主义的修饰 偏偏的政客们又第一时间谴责保守派 和一些保守派的媒体 有的政客和媒体 还甚至指名道姓的指责一些保守派媒体的播音员 他们觉得这些播音员也应该为这件事情的负责 而且是这个事件的怂恿者 左派这种你不是我喜欢的群体 或者不认同我的观点 我就给你扣上应该对所有的大型枪剑负责的帽子 这种作风真的是很幼稚 发生这件事情后 我故意停留了一个星期在制作这个视频 因为很多媒体追这种事情 他第一时间把所有的消息发出来 要求的是他想得到一些民众 一些情绪上的反馈 我不希望有情绪上的反馈 我只想看到事实 经过一个星期以后 我觉得现在应该风平浪静了 有很多事实浮出水面 我可以做这些视频的 在我看了所有我可以接触到的信息以后 我想到的第一个是 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对凶手的动机 进行深入的探讨 只是笼统的说 他是白人之上种族主义者 没错 这是一个种族仇恨引起的暴力恐怖袭击 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 这个18岁的少年 在他成长环境中出现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会有如此偏激的信仰 还有想法 这些事情很值得社会去研究的 他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些什么 有些什么人或者什么事 会影响他的思维到如此地步 他的价值观怎么可以扭曲到 会觉得人的生命是蝼蚁一样 没有人知道 但是也没有人讨论 只有一个很肤浅的对这个案件的定性 我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媒体 没有人深入的去探讨他的动机 没有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恐怖的事情 是个主流媒体 社交媒体 包括谷歌搜索引擎 和其他科技巨头掌控的平台 统一的将凶手的行动宣言 就是他写的那个180年的manifesto 屏蔽下架隐藏 你搜不到 你也看不到 所有的媒体拿出来的只是片段 如此统一如此迅速的全网限制信息 真的很不多见 人们看到的只有部分公布的内容 符合媒体的报道 那么封杀的理由是因为内容暴力邪恶 为了保护社会和平而被屏蔽 我以前觉得像这种过滤言论的事情 在美国是不应该发生的 暂时在近十年之内 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 细思极恐 这就证明了绝大程度上 我们平时接受到的信息是被过滤过的 这些科技巨头和媒体途径 他们想让我们知道什么 或者不想让我们知道什么 由不了我们来决定 凶手的这种极端思想 言论还有行为 不会因为说是你网上找不到了 搜不到了 你就凭空消失了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将所有的信息 向大众透明化 他的行动宣言应该公布于众 让所有的人对这种邪恶和极端的种族主义 在理论 逻辑 道义 还有意识形态上以书面或者口头言论的方式进行反驳 只有在这些层面你才可以彻底打击这种邪恶 才可以起到抑制或者根除的作用 眼不见心不烦 掩耳盗铃这种方式真的没有任何效果 也不可取 奇怪的就是 2019年新西兰青春寺杀手的行动宣言网上没有屏蔽 很多其他大案件的行动宣言也都可以找得到 唯独是这个行动宣言被第一时间统一封杀 我平直觉觉得180的内容里面一定有一些人不想让我们深挖一些内容 而且命令主流媒体和科技巨头迅速的去屏蔽 我亲眼看到的一部分宣言里面凶手详细介绍了对买来的阉割版的步枪不满意 让他自行改装 然后把他恢复成了一个半自动正常容量的枪械 以便行凶 这些内容都对一些政客和立法者深度打脸 证明他们以往所谓的政绩并没有能保护人民 他们的立法也没有可能保护人民 成为了除了那个保安可以开两枪以外 没有任何的守法国民可以在当时拔枪自卫的铲痛现实和根源 第三点我还是觉得媒体不可靠 因为同时发生的加州城县的枪击案几乎被媒体一笔带过 水牛城案件的第二天 也就是2022年的5月15日那个星期天 加州城县Orange County 一名68岁的凶手在一个台湾的教会里面开枪射杀一人 伤了五个人 同样是因为仇恨杀人 但是这件事情没有被媒体重视 因为肤色不对吗 因为作案动机没有任何政治可利用性吗 因为不可以挑起美国种族之间更大的分裂吗 因为呈现这个新闻不符合流量效益吗 还是因为凶手没有使用任何攻击性武器 只用了手枪 加州和纽约州并驾齐驱 是枪械管制最严格的两个州之一 这种枪击案照样发生了 相隔一天时间 两个枪械管理最严的州 相继发生两起重大枪击案 第四点我思考很久的是 当时在场的人可以做什么 还有我们以后应该做些什么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 最好的选择是逃跑 跑得越快越好 越远越好 因为当时那些人没有任何能力可以还击 你躲在货架或者趴在地上 你也逃不过凶手的追击 子弹可以穿透以绝大多数的掩体 你没有能力还击 所以你再躲也没有用 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 无为永远是一个选择 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 美国这两起枪件就不是最后一次 以后还会发生早晚的事情 时间的问题 地点的问题 还有规模的问题而已 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有人说要继续进枪 好我们再立法 我们进一步进枪 我们禁止一些枪械的功能 我们禁止枪械买卖的数量 我们禁止一些弹下的容量等等 等一下 我们已经有这些法律了 还有什么可以进呢 凶手买的合法的枪械 不是可以改吗 你不让他改 他偏偏改了 这个人太不听话了吧 怎么办 再立次法 强调你不可以改 有用吗 你那么几千条法律 后来约束的只有那些死者们 只有那些守法的公民们 有人要做的话 一纸空文是不可能限制他们的行为的 我们可以做的应该是 让更多的人可以合法的保护自己 全美应该依照宪法允许所有的合法拥枪的人 可以随身隐蔽式持枪 这样才可以绝对的一只暴徒 让他们对自己的受害者惧怕 而有所顾虑 有人说那多危险啊 那满街的人都拿枪啊 我可以告诉你 美国有四亿只枪 有很多人家里有 我家里也有 但是你没有见到我到处杀人 我选择做一个好人 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守法的人 作为一个本来就对你没有威胁的人 你觉得我带着枪在身上 或者放在家里 对你的安全有任何本质上的影响吗 我更加觉得如果我有带枪的话 对你 对我都是一种保护 你对我的枪的恐惧 没有必要 你怕的人不应该是我 你应该希望更多的人 有能力在这种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 保护自己 甚至是保护那些 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你 还有人质疑说 凶手有步枪 你有手枪 有用吗 那个保安还不是没有成功制止那个凶手 因为他有防弹衣吗 凶手虽然说是穿了防弹衣 他有步枪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弱点 当时只有一个人有能力保护自己 如果当时周围有十个人 或者二十个人有这个能力呢 在有这种事发生的时候 我宁愿有一把手枪可以自卫 然后再配合我平时的练习 进行反击 我也不想趴在那上坐以待毙 当时那个场景 就算你叫警察也来不及 你叫天兵天将也来不及 周星驰电影那个台词那么的贴切 有枪 你可能是九死一生 没有 就是十死无生 最后和那些居住在美国 但是对枪械反感恐惧 还没有保护自己能力 朋友们喊一句话 你对一个事物的恐惧 多数是因为缺乏对这个事物的了解 在美国如此动荡的年代 历史新高的通货膨胀 油价暴涨 暴力事件不断 个别物资出现短缺 世界流行瘟疫肆虐两年以后 你还觉得岁月静好 没有必要在美国一样这样的国度 对自己的安全和家人的安全 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你真的这样觉得吗 林阳磨平了自己的鸡脚 他走到狼的面前 说你看 我把鸡脚都磨平 我没有想要伤害你 你能不能放过我 满满的悲剧 再次祝福伤者早日康复 家属节哀 凶手被法律制裁 我是脱墙世神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